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鎖定前線百萬百 我是鄧凱銘 今天駐華有事 由我來代班了 說到了今天臺股終於 終於稍有指紋一點的感覺 沒有像昨天這麼可怕了 但是萬三大關盤中 還是一度有跌破 好在尾盤稍微的跌幅收斂 一萬三還是失而復得的 但是台積電 台積電仍然跌破了四百塊錢 到底四百塊以下 是大破而大力的機會呢 還是說真的在這裡 還要繼續跌下去 明天 明天是重頭戲 為什麼說是明天 明天為什麼是台股的審判日呢 就是台積電的法說會了 另外呢則講到了現空令 今天是不是多少對台股 有一點點指紋的幫助 但是現空令之後 金管會還有沒有招呢 金管會說有的還有幾招 還沒拿出來用啊 但是我們看看這兩天的急跌 壓力當中 大跌之下必有勇夫 有些個股逆勢抗跌 到底是抗跌什麼條件 待會要把它抓出來告訴你 另外呢也講到現在呢 是折可以做折股旋股 搶短快攻 還是說呢 有些跌升的個股 真的已經很抗震 可以報警處理 年底的紅包自己賺 怎麼賺 待會一一請教專家 今天現行請到的是 漢城 漢城好 凱平好 大家好 另外騎掌來了 騎掌好 凱平 各位觀眾大家好 玉衡 玉衡好 凱平好 大家晚安 還有何金城 何董 何董好 凱平晚安 大家晚安 立刻來看到今天台股表現 盤中開盤震盪走低 果然一度呢 是跌破一萬三千點大關 一萬兩千九百九十一點 但是看到沒有 十點半後 點火急拉 一度呢還翻紅 回到了一萬三千一百三十點 拉高將近百點喔 但是呢 收盤平盤小跌 小跌二十四點 穩住了一點正角 一萬三千點失而復得了 一萬三千零八十一點 但是總成交量只有一千八百億 量還是縮減 外資今天還在賣一百六十六億 但是沒有像昨天這麼壞了 賣那麼多 三百四十二億左右 今天呢 賣超收斂了一大半了 那另外投信還是對台股 繼續加碼 六點七億 自營商賣超七億左右 總計三大反而調節加一加 就是外資的賣超一百六十六億了 另外呢 今天看到真的是壞消息 就是好消息嗎 國際貨幣基金會仍然持續的調降 全球的經濟成長率 明年的全球經濟展望 但是呢 美國期貨盤下午盤的開出 呈現了走高反彈 美股是不是多少也有一點點止跌回穩 或是跌升反彈的機會呢 今天市場上也密切關注 因為這兩天也要公布物價的報告了 也很重要 但是呢 物價如果是表現呢 持續是呈現走升的話 那倒是讓聯準會繼續有升息的壓力 恐怕就不好了 物價掉下來的話才好 另外呢 還包括了十年期 公債殖利率攀高 回到了三點九以上了 這也讓市場仍然擔心 聯準會升息至少在十一月 又是三馬起跳 看起來毫無懸念 小摩 小摩的執行長說 如果標普五百指數呢 再跌個百分之二十 他覺得也不意外 還要這麼慘嗎 還要再跌百分之二十嗎 已經夠慘了 他說如果聯準會繼續升息的話 這就不意外了 美元指數的確是反映市場恐慌的心理 今天呢 繼續衝上了113 一枝獨秀 新台幣呢 盤中啊 扁到了快要接近三十二元大關 真的差一點要扁破 說今天是盤中有到三十一點九零九 真的可能這幾天之內會不會見到呢 日元已經扁破新低了 今天又到了一百四十六 又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南韓為了抗通膨繼續大升息 今天升息了兩馬之多 但是呢 今天的韓國股市 出現了止跌 反彈 開低走高 是因為升息的關係 留住了錢的關係呢 還是因為這個原因 說呢 美國對中國的晶片禁令 給了韓國豁免權 給了海力士 給了三星豁免一年 這消息呢 讓三星 海力士 股價盤中極拉 出現支撐韓股的表現 既然亞股都跌 就韓股逆勢抗跌 好 另外呢 則講到這件事情 臺北股市 大家都關注 跌到了一萬三以下 真的是盤中有跌破 台積電呢 是真的破了四百塊 收在三百九十七塊五 跌了四塊錢 尾盤還是有點下彎 還是有點壓力的 另外呢 今天的戰火 現在在美國對中國的射線之後 已經掃到了台灣廠商 很多的IC設計大廠 紛紛倒地 今年創意跌停 世新跌停 威盛跌停 力望差一點點就要跌破一千塊 所以可以看到了這幾檔個股呢 都是今天的重創股 跟美國 中國晶片戰火波及有關 再說到了 抗跌的是誰呢 反而是二線的晶圓跟低潤股 比較沒有受到美中禁令的限制跟打擊 今天反而逆勢抗跌走高 有南亞科 有望洪華邦電 有聯電 有利基電 反而逆勢抗跌 而且這個族群也很抗跌 叫做工業電腦 早上廣機 台齡 利端持續維持走高 還看到了鎮華電 研華 華漢 也都相對的抗跌 工業電腦股特別強 值得注意了 還看到的是內需股 內需股看起來不吃晶片沒關係 但是一定要吃東西 食品股今天特別強 通膨壓力之下 食品價格還是在漲 所以今天食品類股表現得比較強勢 另外還有這一檔 就是金融了 金融指數的部分 今天來看看 跟大盤指數 居然有異部異區的同工之妙 值得注意盤中十點半後的吉拉 這是金融指數 跟台股的吉拉 怎麼一模模一樣樣 代表說這點火的就是金融 誰點的呢 誰買的呢 看起來跟政府基金 國安基金 是不是有關係 會由金融股開始 扮演著點火要角嗎 值得關注 台北股市最後收盤 一萬三失二負得 另外呢 個股當中要留意 受險業的部分 也有了一點化解危機的好消息 因為呢 四大受險要重分類 金管會似乎是同意首肯的 而且金融會主委還說 這可以安下一千七百萬人的心 因為呢 有一千七百萬個所謂的保護了 現在可以不用太擔心 這些受險業的禁止風險 今天更明顯看到這個族群 潤太集團 南山人壽 南山的禁止警報解除 潤太新潤太權盤中衝高 還攻上漲停板的潤太新五十六塊六 這可以看到今天的盤式重點 告訴大家 好 但是呢 重點就是台積電 還是沒有守住這四百塊 從六百六十多塊跌到五百塊 又跌到四百塊 到底要跌到什麼時候 台積電不只跌 台股很難站起來 說呢 明天才是台股審判日 為什麼呢 因為台積電的法說會就在明天 但是今天我們要先講 台股今天盤中這種拉台 能夠守住一萬三 到底是漲真的還是只是跌升反彈 今天的拉台怎麼看 請教漢城 我認為只是先跌升 直穩的一個情況 那拉盤來 拉盤來講 我認為是來自於四股力量 一個國安基金 一個政府基金 再來就是受險的資金 還有強短的資金 這四股力量來講 使得盤中往上去做拉升 包括像今天看到的金融族群 很多股票都是開低走高拉升上來 跟剛剛提到的資產重分類 使得這個禁止回升 有很大的一個關係 那也包括像聯電 二線的這一塊來講 比較沒有受到影響 也往上又拉升 所以使得指數來講 我認為短線是有支撐的 配合到技術面的角度 PAD指標RSI指標R 甚至MACD的柱狀體 其實都沒有破心D 代表有低檔背離的情況出來 所以對於指數來講 我認為這邊應該具有很強勁的支撐 好 金城大哥 這禮拜代表說 我們經過了前一天大跌之後 這幾天可以來搶短嗎 可以嗎 可以 在這個地方一萬三千點以下 到前面我們回想一下 古老古老以前有一個高點 叫12682吧 大家都已經每一個都期待說 又回到這個地方 那已經快回到這個地方了 但這個地方會反覆打底 那個股不太一樣 有些股票其實已經低點都已經出現 那這個地方有的時候你要懂得去低接 要懂得低接 是只能減個便宜搶了就跑 還是說真的可以開始存 你覺得 每一個股票的形態不太一樣 有些股票你讓它再跌五千點 回不到指數8523那個時候的低點 對 不太一樣 也就是說現在這一次 就是從8523起來的台股 已經做了一個值得一個改變 所以這一次來講選股是比較重要 好 待會教大家了 我們今天請金人大哥來教大家怎麼選 現在真的可以爆的 還有包括誰適合搶短的 好 立刻請漢城上來告訴大家 今天這件事情 當然就是明天的重頭戲 台積電的法說會了 雖然明天下午才知道結果 但是明天股價的反應 應該也可以知道到底要說什麼 但是在說法說之前 我們先看看今天 有各大法人都在評斷這件事情 說台積電破四百塊 明天的財報跟法說會是重點 陸行之又講話了 他說產業要由空轉多 需要時間沉澱 需要時間 現在還在空 還沒有轉多 轉多之後 還要時間沉澱 但是他強調砍資本支出 降產能利用率 才是利空出盡的指標 現在只剩下台積電 沒有砍資本支出 沒有降產能利用率 為什麼他最近頻頻的 在逼供台積電說出這樣的話 的確 其實從第三季的一個 這個猜測的一個預估來看 就是之前第二次的 第二季的財報 那時候的法說上面 其實就提到了 資本支出他是往後延 他並沒有今年的資本支出 有點往後延 沒有像之前 預估的四百億那麼多了 所以這次的法說上面來講 會不會砍資本支出 或調降資本支出 這個部分來講 可能會影響到近期股價 是不是重挫之後 能不能有一個質穩的 一個指跌跡象 台積電如果繼續說 我往後延 那就沒有砍這個勢 也沒有降這個勢 我就是一直往後延 所以陸行之一直說 台積電嘴硬是這樣子 對 沒有錯 那降產能利用率來講 似乎這邊應該也可以看得到 因為畢竟來講 從很多的產業 是庫存調整的一個階段 所以包括這次可能從七奈米 很多的一個高階製程的公司 他從七奈米轉到五奈米 這部分來講也會影響到 然後中低製程的這一塊 也會影響到 所以產能利用力來講 可能在這次的法說上面 有一些所謂的降 沒有辦法完全填滿 這樣一個動作出來 那這部分來講 可能就有機會呈現 利空出鏡的一個味道 但是他必須要說出來 對 股價然後再反映一下 才可能利空出鏡 還說這幾天跌到這裡 就已經是反映了呢 我認為已經部分 再反映到這個階段 因為市場上已經在反映 這樣的一個訊息 所以使得股價這樣 才呈現破低的一個危機出來 所以我們等一下 就從三套劇本來看 跟大家來解析 到底是怎樣的情況 好 這是我們看到 今天陸行之友又講話了 死得又逼宮著台積電 明天的法說會 是不是該說出這樣的話 但是這幾天最大的事情 最大的衝擊就是 美中又在晶片大戰 尤其是美國對中國 直接下了更猛的這個禁令 所以有法人認為 新的禁令會衝擊台積電 總營收大約5%到8% 如果像超微等等大廠 都沒有辦法跟中國做生意 那他原本什麼七奈米幾奈米的訂單 就可能會縮手 會抽腿 就不會給台積電 下那麼多訂單了 所以台積電的總營收可能會下降 你覺得這法人說的可不可能 我認為是可能的 所以剛剛提到的產能利用力 為什麼會下降 就在高階製程這一塊 各家的一個廠商 其實他出貨如果沒有到那麼多 是不是我下給台積電訂單 也就沒有到那麼多 也會有形成所謂的部分 砍單的一個效應 那如果說這樣來講的話 當然也會影響到他的一個營收的部分 可能就高達5到8個 5到8% 對 所以這部分來講 可能還是會有影響 這次的法收上面會不會提出來 有這樣的一個看法 我認為這樣的一個可能性 是非常高的 好 所以才看到法人的評估 不是只有入行支出 還有更多國內法人認為 未來幾年他必須還是要面對 削減資本支出 這樣複合年成長率的問題 好 立刻來看看三套劇本 明天這三套劇本 怎麼樣殺盤推演 投資朋友明天下午 如果聽到台積電法說 會說了這樣的劇本 那你可能要如何應對 機率比較高的劇本在哪裡 也幫我們分析出來 其實機率比較高 我相信這邊看得很清楚 是60%代表列的部分 列的部分就是剛剛提到 入行支出這些看法 可能都是比較不好的 最差的情況 對 最差的情況 可是最差的情況 不見得是不好 我們等一下再好好跟大家提到 來 第一個我們來看 第三季的一個營收 如果說在這次的法說上面來講 那營收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營收也好 毛利率也好 應該都跟上一季的法說上面的一個 這個範圍都是有機會達標的 包括像營收高達6131億 也就近200億美元的一個營收 他之前的高標 上一季的高標是206億美元 所以是很可能達到高標這個位置 那毛利率原本的高標是在哪裡 59.5% 我認為這次毛利率來講 應該有到58%左右 所以也都是接近高標的一個水準 所以這一部分一定是可以達標 也就是非常正面的 所以一般來講都是屬於正面的一個情況 第三季營收毛利率應該沒什麼問題 對 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問題是股價反映的是未來的表現 所以我們就要看第四季的展望 所以第四季的展望 包括哪裡 剛剛提到了資本支出會不會下降一樣 或者是產能利用應率會不會下降一樣 這部分來講 你會發現到一個重要的一個東西 叫做什麼 上一次的法說看好的三大產業 一個叫車用 一個叫網通 一個叫什麼高速傳輸 可是現在高速傳輸出的問題 因為美國這邊來講 限制晶片的一個出貨 所以高速傳輸這一塊的一個出貨 跟預期會不會下調 這才是未來的一個展望的一個部分 如果這一部分下調 也會使得整個產能利用率往下降的話 那這部分來講的話 可能就沒有到那麼好 如果這家的情況當然是往上提升 可是我認為這機率非常非常的低 很少了 對很少了 禁令這兩天下來了 對沒有錯 所以這部分來講 提升機率應該是很少 你說磁平有沒有可能 我認為磁平當然還是有可能 因為畢竟來講 這部分有的可能是延後去做出貨的 甚至有些是提前去做拉貨的 尤其在高速傳輸這一塊 會不會提前去做拉貨 那如果提前拉貨的話 那就有可能去做磁平的一個動作 那最不好的一個情況當然就是衰退 剛剛提到的產能利用率往下滑也好 或者這些的一個所謂的展望上面來講 比較保守一點 那這部分來講 可能剛剛提到入行之這一段 可能機率就會很高 我也比較認同 可能是這樣的一個敲案法 只是說台積電這次的法說上面來講 能不能真的拿出來提到這一點 好 可是這個案子 這個禁令這兩天才下 會那麼快反應在法說會上嗎 其實這一部分的經驗之前就已經傳出來了 之前就已經開始在談了 只是說之前是往後延一年 那如果這次來講 把它馬上去做實施的話 那可能影響就會比較大一點 所以這部分來講 也要看這次的法說上面 公司的看法到底是如何 如果說它的影響性是比較高的 那當然對股價來講影響 還是會有些打擊的一個狀況 如果說只是持平的一個狀況 剛剛提到入行之 他評估可能都影響到五到八個percent 其實五到八個percent來講 如果從其他產能來彌補 可能都影響到沒有到那麼大的一個情形 可是最重要最重要還是在資本支出 資本支出來講會影響到一家公司 各個法人機構對於他的未來 可能到底成長的幅度的展望到底是在哪裡 所以如果說還可以提高 小謀看得最好 他說可以提高到四百二十億美元的一個資本支出 有可能嗎 四百二十億美元 對 有可能嗎 我有可能嗎 這機率應該是非常非常低 剛剛提到了上一季的法說 他就已經把資本支出往後延 去做支出的一個情況了 那會不會再提高 我認為這樣的機率很小很小 那如果說是持平在四百億美元的一個情況 這可能對於現在 已經跌得這麼深的一個股價 可能他再往下大幅回跌的一個機率 可能也就沒有到有了 就沒有到那個情況 可是現在最大的可能性是下調 調降資本支出 大謀今天提到了 資本支出他預估可能調下調到三百五十億美元 之前預估是三百七到三百八 現在往下調只有三百五十億美元 所以這樣的一個情況來看的話 可能影響到這一次法說之後 股價可能就還會再往下去做一個震盪 所以現在看起來劣勢的報告 機率比較高 對 如果說以這邊來看的話 機率算是蠻高的 因為畢竟來講 從各個產業去做分析 跟去做研判 台積電這次的法說上面來講 可能會有些下調一個動作出來 可是你要看到這一點 好消息對股價不見得好 為什麼因為股價已經跌得很深了 好消息來講 也許稍微談一下 咔就又會再下來 可是壞消息反而對股價 有機會呈現落敵 對 這就是陸行之所說的 你不要嘴硬 壞消息出來不見得是不好 壞消息出來 股價再稍微壓一下 把沒有信心的人壓出去之後 是不是就有機會落敵的一個情況 反而是可以特別留意的 好 這是我們剛剛講到 如果說明天下午的台積電 法說會三個情境沙盤推演 怎麼看 是不是真的會講到這裡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壞消息反而是股價落底的好消息 這樣的說法是不是可以印證 四百塊有跌破的台積電 今天要怎麼看 但回到現場告訴大家 尤其是說到現在看起來 台積電這樣的下跌 還有包括美中禁令這樣子搞下去 那對於台廠來講 不是只有半導體受害 下一個受害者是誰呢 待會一併要講出來 把它揪出來 今天在盤面當中已經看到很多 另外現在是全民受害 就是新台幣扁到一個新低 美元高高掛世界大戰了 美元高嗎 還是說現在只是在半山腰呢 待會告訴你